台铁经典的木盒八角便当 11月14号铁路便当节 结束之后正式停售 不少人直呼可惜 还有人担心 未来连60块钱的排骨便当都会消失 台铁表示 因为考量到木盒的成本上涨才会停售 加上便当盒里头 还要铺上格拉辛子来吸收过多的水分 而目前国内只剩下一家业者贩售这样的八角木盒 不过业者表示 年初台铁便当采购案 他们的报价其实只涨了三毛 没有想到最终采购案还是刘标 等车民众一口接一口 台铁木盒八角便当 怀旧造型配上美味菜色 是不少旅客乘车回忆 但经典便当在11月14号 铁路便当节结束后正式停售 不少民众直呼好可惜 以前那种学生时代坐车 都会有类似这样 就感觉蛮复古的 坐火车才会吃 平价口感也不错 台铁表示因为木盒成本上涨 曾考虑改用纸餐盒 仿制八角便当 但发现密合度不佳 容易脱盖 不过根据长年和台铁合作的 便当盒业者表示 木盒八角便当最重要的是 底部的格拉辛子 可以吸收过多水分 让米粒保持Q弹度 但近年来从国外进口格拉辛子 成本涨幅达到三成 国内目前只剩一家业者 有在贩售这样的八角木盒 而从2007年和台铁合作 15年来 一整组的便当盒成本 涨幅不到三块钱 今年初招标时报价涨幅约三毛 没想到后来台铁便当采购标案 还是流标 希望价格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 那我们也尽量来配合 跟他们的业务单位 采购单位来配合 但是他觉得成本太高 对此台铁回应 目前正在演绎木盒八角便当 以新菜色和新价格重新推出 毕竟连交通部长王国才都喊话 要保留木盒八角便当 但何时有机会重新回归 忠实韬客们也引颈期盼 记住头一宣连易事件 台语报道